這是骨頭對不對 中間這個筋骨的地方 它的旁邊跟肉的這個交界 這個縫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乾淨走的位置 骨頭跟肌肉這個骨縫交界術 大家都可以自己試試看 你可以用手去壓一壓 有些結啊 按下去都會疼痛 就表示說有淤肌的部分 顏值的骨縫 輕輕的改 好像這樣子 真的蠻舒服的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叫俊穎 這旁邊呢 是我們非常眉門資深的太極拳教練 也是我們兒童舞學班的教練 賴秉瑞師兄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 跟平甩工也脫離不了關係 叫平甩工跟自我調整 那自我調整 怎麼跟平甩工搭個連結呢 這個主題之前 我們先來問一問看 秉瑞師兄 你當初呢 是怎麼知道我們眉門 怎麼會想要來學功夫呢 這個要從我這個高中時候說起啦 是 那時候在高中時候 我們有一個很有名的綜藝節目 叫超級星期天 這個有看過 哈哈 對 表演我們同一年代 對 有一集啊 就是這個 黃子椒跟補學量競賽 是 學一個武術 讓大家評比看誰打得比較好 那黃子椒呢 找到了我們的這個李鳳山師傅 那師傅呢 那時候上場 就打了一趟喉拳 我那時候覺得 實在太厲害了 因為是那時候已經有一點白頭髮了 可是呢 看起來啊 那個身手非常的輕盈 很多的高難度的動作做起來都很輕巧 我就想說哇 真是一個武林高手 從此就在心中就種下印象 軍中的時候 剛好那時候就看到一個講座題目很細胞 它叫做 當氣功遇上科學 李鳳山師傅 李士誠教授 好他要對談 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人問了一個問題 請問李師傅啊 這個有人說這個煉功啊 可以煉出特異功能來 您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們師傅回答說 這個特異功能啊 是煉功的副產品 你不要太去期待它 但是啊 你也不要抗拒它 哇 我那時候一個直觀就覺得說 欸這位師傅一定有特異功能 哈哈哈 但是呢 師傅是用一種很平常心的方式去看待 我是覺得 真的是一個名門正派一個大家的風範 所以我就決定我要跟師傅好好的 拜師學藝 不賣弄特別的就是講求自我鍛鍊 所謂的特異功能就是把你自己的免疫功能把它提升起來 你會得到一些很意想不到的功能 我們今天除了討論拼甩工之外 也要講講自我調理 因為就我所知 我們秉瑞師兄在美門負責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師傅附了一個任務叫做調氣 是 早年啊 師傅都是一個人單槍匹馬的到這個醫院裡面 幫一些被病症說服的人調氣 讓他們能夠比較舒服 讓他們身體能夠恢復 恢復這個機能 那現在呢 師傅就把這樣的方式交給我們 我們鍛鍊至少要十年以上的這些師兄師姐們 一則以能夠幫助人家 一則以呢 自己也不會受到一些這個 氣的感傳的一些傷害 有修復的作用 那這個調氣 它一個關鍵就是說 利用我們本身鍛鍊出來的能 能夠去讓被我們調的人 他能夠恢復身體的平衡 因為我們難免有一些地方啊 他是不容易鍛鍊到 然後或者是有時候 我們遇到有些人啊 他是遇到關卡的 對 這個時候如果有這個 練過氣的這個人 能夠幫助你 助你一臂之力 利用剛剛俊松剛剛說的這個 按摩的方式 是 或者是一些這個 師傅教導我們一些手法 就可以很容易幫助人家 度過那個關卡 那也有些人也會可以問啊 那我就調氣就好 我幹嘛還練你平甩功啊 我們要學習這個自立自強 不要養成好意勿勞的習慣 好 這個是在心境上的一個反應 那第二個呢是說 一個再好的一個調氣啊 進到我們的身體裡面 最多不能超 不會超過一個禮拜 如果這個時候 你沒有繼續修煉的話 那這個氣它也不會長存 那你後來還是會打回原形 如果說我們緊接著你就趁勝追擊的去 鍛鍊的話 不僅可以延續那個氣的效果 而且 它還可以讓我們增長功力 藉由自我鍛鍊進來的東西 它是能夠長久保持下去的 今天既然邀請到 邀請我們秉瑞師兄來現場 跟大家講經絡條理的話 那你還不要示範個幾招 比如說現在人常常遇到幾個問題啊 有哪些 上班族大部分的人都會有一個狀況就是 嗯 心跟肝不好 哈哈哈哈 大家注意喔 你有拍心看嗎 第一個啊就是 像心經比較亢奮的人 他通常都會呈現一種狀況就是 想很多 然後晚上啊不好睡 甚至說會有失眠現象 好 這常常大家壓力很多啊 總是要想東想西的一定會有 對 然後這個肝不好的人啊 他第一個 他很容易感覺到很疲倦 第二個呢 他可能一直會覺得很口渴 再來是你可能看到他的臉色啊 是比較暗沈一點的 這時候要怎麼調呢 那我今天先教大家這個 就是利用按摩的手法 那我們可以先把我們的手 張開來齁 左手右手都可以 那我今天先示範左手 我們今天用的是我們師傅發明的這個 按摩的工具叫小流星 是 那等一下也會教大家 如果你沒有小流星的話 你自己也可以用手 那怎麼自我調理 對對對 OK 那手的部分 你把手張開來 沿著這個中指的趾骨往下摸 剛開始會覺得很硬對不對 到了跟手掌交界 手掌是柔軟的 在這個堅硬的地方 跟柔軟的交界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骨縫的地方 你用你的指甲 按出一個印記來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所謂的勞工穴 這是我們心包弱的大學 好 那對身體其實全身都有很好促進循環的作用 接著你把這個手啊 放在我們的大腿上 好 就像這樣子 然後拿出我們的小流星 如果你沒有小流星的話 你就可以用 沒有小流星要用什麼 用你的指甲的地方 指甲 然後去按壓 壓一下 對 壓幾下 先 按到之後 壓下去覺得微微有點刺刺痛痛的時候 好 從這個地方開始 就是慢慢一點一點的深入 壓五下 壓五下是不是 好 我示範給大家看 好 預備走 一 二 三 四 五 一點點的破進去 真的有痠的感覺 對 這要壓越用力越好嗎 其實不是喔 這個就是要帶著三分勉強 你不能太痛 但是也不能不痛 那個感覺啊 要靠你自己慢慢拿捏了 真的 總統知道啊 你不是去給人家按摩越痛越好 是不是這樣 對 有時候太疼痛啊 反而會受傷 就像我們師傅 李風山師傅常提醒我們練功 大概三分勉強嘛 所以你痛了 也不要太痛 三分就好 對對對 那接下來呢 這個疼痛下去的時候 就是把我們這裡淤積的一些氣啊 濁氣一個氣結的地方 讓它散開來 接著我們要用圓的地方 去把它揉一揉 如果你沒有工具的話 你就用手去揉它 用手去揉是不是 好 對 就像我們那個 有時候身體有歐纏有沒有 瘀青的時候 把它揉散那個感覺 附近周圍都揉一揉 因為有氣結的話 它的旁邊一定都會有一些瘀青的部分 好 那我揉要揉多久 會比較有效果 揉到你覺得 微微有點散開的感覺 有點舒服了 OK 輕鬆了 好 最後呢 我們會利用這三顆 用小流星用這三顆 輕輕的把它往墨燒的地方 擀一擀 好 就讓這個濁氣啊 冰氣啊 能夠散出去 如果你沒有小流星 你就用手 對 就像我們去示範這個感覺 對 直接把它 順一順 好 讓濁氣散出去 好 那這樣完成一回 其實時間不用多長 好 那你可以反覆的做 如果你覺得 這個地方 還沒有完全化開 還是有些疼痛的感覺的話 你可以反覆的做 但是呢 這個反覆的一個流程啊 你不要超過 十分鐘 好 每十分鐘要感覺一下 嗯 好 避免這個過勞的一個現象 所以大家就留意 其實我們 不管練功也好 或者是自我調理也好 我們都可以 十分鐘為一個單位 去感受一下 你自己練到什麼程度 剛剛提到肝 肝要怎麼調啊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教的 就是所謂的經絡按摩 它其實透過的是經絡感傳的原理 嗯 所以說雖然說我們今天按摩的是腳 可是呢 它可以感傳到我們的肝臟 以至於說我們的肝筋 它都能夠達到一個通暢的作用 好 我們肝筋在哪個位置 可以跟我們 我們就是按在這個 這是骨頭對不對 好 中間這個筋骨的地方 它的旁邊 跟肉的這個交界 這個縫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肝筋走的位置 骨頭跟肌肉這個 骨縫交接樹 大家都可以自己試試看 你可以用手去壓一壓 有些結啊按下去都會疼痛 就表示說 有淤肌的部分 真的有舒服的感覺 給大家再看仔細一點 看清楚一點 那有一個好的工具是比較好 因為這個地方你用手去用 去推是不容易推的 最好是像有這樣的一個工具 圓形的 比較柔軟的東西 顏值的苦縫 輕輕的改 好 像這樣子 真的蠻舒服的 大家如果有需要調理的話 都可以趕快獻上 預約我們秉瑞師兄 現在其實師父為了 開啟這個方便法門呢 除了大家自己鍛鍊之外 如果有需要調氣的 也可以跟我們聯繫 好 通常呢 左右兩邊同時都要 做完一邊要換一邊 才能夠保持平衡 你有沒有覺得說 身體比較有種輕鬆的感覺 真的耶 你身體會慢慢有一個 熱起來的感覺 然後你就覺得 好像蠻舒服的 對 哇 我看到你這個工具很好用 要不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是 好啊 這是我們師父的發明 這是 這叫小流星 那 那古時候的醫生啊 他今天在出門在外的時候 因為 他們是秉著忍者的風範 所以他們不喜歡帶刀跟劍去做防身 他們就會拿著這樣的 一方面可以拿來當武器 是 尖的地方攻擊力強嘛 圓的地方攻擊力小 可以取代拳打腳踢 比較可以保護自己 第二個呢就是可以臨時拿來急救 是 像有時候遇到有些人他昏厥的 或者是有些急症的 利用這個可以做這個代替針灸來使用 哇 那這個也可以取代針灸就對了 對 但是他跟針灸有個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因為他沒有侵入性 嗯 所以說 任何人啊 都可以施作 好 但是如果你沒有學過針灸的手藝的話 就不要自己拿 家裡拿個 這個 隨便拿個針就開始自己刺起來 有時候真的會發生危險 小朋友不要亂學 對對對 所以其實師傅發明這個工具是非常簡單易學 而且是大家都可以用很 而且 木頭 我覺得木頭又感覺也很好耶 對 因為我們在我們五行我們講木火土精水 是 木行啊跟人啊是最契合的 嗯 而且我們今天 秉持師傅的一個理念是說 我們這次要拿來救人的 所以我們都用 最好的木材來做 是 很多的檀木啦 台灣這個百年以上的硝難啦 像這樣的木頭去做 對人的這個補充的力量 也會更加強 你講的已經非常好了 那我們可以在哪裡買得到 好 台灣的話就可以到我們全省的各道廠 好 那如果是在海外的話 我們目前在馬來西亞 新加坡 還有印尼 都有上這個 蝦皮的這個 這個購物網 購物網站 可以上網搜尋我們眉門 就可以找到這個小流星 或者是你真的也不在底下 我們剛剛提到那幾個地區也可以 Email給我們 我們會再回覆給你看怎麼買得到 直接聯繫我們秉瑞師兄 我們會服務到家 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訂閱我們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看到上面有個Dollar Sign 記得點下去喔 我們歡迎各種支持跟贊助喔 除了自我調理之後 我們想要幫人家調的時候 要怎麼調呢 因為現代人很多人會有 剛剛講說這些失眠的問題啦 失眠喔 肩頸痠痛啦 這些問題 或是頭痛的 它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這個地方緊繃所引起的 這個肩 肩跟緊的這個地方引起的 所以如果說你遇到家用長輩 或者是說你遇到你的另外一半 他可能有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這個小油星 用中間這三顆的地方 在這個脖子跟肩 肩膀的交界處 用桿的方式 去把它順開來 真的有舒服 舒緩的感覺 對 力道 由你跟被按摩的人 要去拿捏 也就是說你今天幫人家按 你就要問他說 欸師兄 這樣子你的感覺有舒服嗎 喔 一樣要記得 不是按到痛 按到痛快 是按到舒服 對 有些人覺得 欸他可能覺得 力量太重了 好 你就放輕一點 覺得太輕了 你就加重一點 好 所以這就要完全要 你要跟對方要能夠協調 好 這是很重要 真的 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要隨時掌握那個 觀察跟聽靜 對 然後呢 你也可以問他說 這個地方 你會不會覺得 特別痠痛啊 如果有特別 不舒服的地方 你可以告訴我 針對這些地方 你可以特別的去做處理 實實的 還要詢問一下 舒服嗎 對 要跟對方互動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要保持 那個平衡 所以右邊做完之後 我們還要對左邊 哦 了解 再加強一下 就跟我們練習平甩工一樣 左右中正平衡 那你調理的時候 也要左右對稱一下 對 所以我們剛剛教的 不管是你幫人家調理也好 或者是刺激你的心啊 肝啊 這些穴位啊 左右都可以各做一次 對 然後在這個按摩完之後啊 如果他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帶他在一起練練功 對 那我這個通常要按多久 按到 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不是更好更舒服嗎 我們還是回到我們剛剛講的原則 對 每次啊 以十分鐘為一個單位 如果覺得十分鐘 就覺得 欸 舒服了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起來練一下 好 如果說覺得還不太夠 好 那我們稍微 再緩一下 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可以再繼續加強 我常常會想到 我們李鋒三十五張說 欸 劍好就收 嗯 有時候呢劍不好 也得收啊 對 所以有時候練功真的是恰到好處 那個分寸拿捏 也真的是一個學問啊 有些人在按摩上面 他的觀念 並不是那麼樣的完整 他會覺得說 痛才是有效 那 這會有兩個現象 嗯 一個是他本來就已經 很很緊繃 他可能在發炎了 你輕輕一碰就已經很痛了 這時候如果你讓他再 產生劇痛的話 他可能會有傷上加傷的現象 就發炎更加劇烈就對了 對 那另外一種就是 那真的要很小心 他本來沒事的 欸 其實身體只是稍微有點不太舒服 你可以啊 按到他痛 本來沒有受傷的 結果反而被按到受傷 有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常常去給人家按摩 按摩久了以後 有時候會按到覺得 欸 奇怪為什麼 那個好像 越按啊 就要 越大力才覺得 越舒服 越舒服 然後 然後我 有時候去幫這些雙血一摸 我就發現 外邊 是軟的 是 底邊 是硬的 外軟內硬 對 怎麼會這個現象 好這個就很有意思 裡面的硬是怎麼回事 怎麼還會按了還會硬 或是堵塞的感覺 對 後來我就跟師傅請教說 師傅這是 怎麼一回事啊 為什麼這樣 所以其實跟我講說 就是按到那個組織啊 它已經那個 有點彈性疲乏了 所以你在輕輕幫它揉的時候 它不會有感覺 它是 那個外面的組織有點就是失去的知覺了 所以反而是一種 不好的現象 那我另外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說 其實按摩這件事情啊 它 它 它是立竿見影的 是 對就是說你當下如果有些 急難 或者是 比如說你摔到手啦 或者是說 臨時被 受傷 受傷啦 如果你自己可以 扭傷 對 當然如果說你自己可以幫自己處理的話 你趕快 處理好 那個 大毛病就變小毛病 小毛病有時候就沒毛病 可是有時候如果你自己不會處理 又沒有去找人家幫忙 然後就會累積 本來是一個小毛病 它就可能累積成大毛病 大毛病可能就累積成 一發不可收拾 是 鼻子不通的時候我要怎麼按摩 好 好啦 那鼻子不通的話 它有一個最簡單的地方 我覺得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立即性的緩解 一個是 比較根本性的一個處理 好 那立即性緩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按在我們 鼻子的這個兩邊啊 你再摸摸看 它鼻骨的那個旁邊啊 這兩個穴位 按下去你會覺得有點痠痠的 好 這個叫銀香穴 好你可以用 用手指頭 或者是用小流星 尖端可能太尖 你可能用這個圓的地方 去揉 好也是一樣 像我們剛剛講 兩邊去揉嗎 對 好一邊各揉個十下 這時候你會馬上感覺到說 那個鼻子啊 馬上有比較通常的感覺 好 那也一樣 不要按太久對不對 對 好 然後再來一個是什麼 鼻子的過敏 很多時候有時候是這個 我們肺的問題 好 那這個 像最近這個新冠肺炎 或者是這個流星星感冒 大家都對 哇這個 很害怕 很恐慌啊 要趕快怎麼照顧我們的肺部保養 對 特別就是秋天 現在又是秋天的季節 對對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也可以跟大家講一個 很有效 哇 可是也很簡單一個方式 哇這個很好 今天收看的有福囉 你們可以 左右手都可以 我也是一樣先示範左手 你把左手拿起來 在這個大拇指啊 沿接下來 大概從手腕啊 到我們 手肘的一半這個地方 你可以拿這個小流星 輕輕的來回的 趕一趕 趕著 趕著你會覺得 身體微微開始有點點發熱 好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氣啊 開始循環了 尤其它針對我們的肺筋 它的這個循環效果是特別好的 哦 所以這手上 有個肺筋會通過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你再這樣趕著趕著 好兩邊都可以試 趕到發熱之後 這個時候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按摩的方式啊 最多 就是一個禮拜嘛 那你這個自我按摩 它 它只是一個暫時性的 把我們的這個 經絡把它疏通開來 嗯 這個時候如果你可以開始練功的話 我們一練功 它就開始補能量啦 藉著這個我們經絡很通常的時候 你把能量補進來 它就會很快速的強化我們 這個肺的這個 肺筋這個循環 嗯 那當然我們對這個鼻子過敏啦 或者對最近這種肺炎的一些 這個狀態 我們的免疫力就會提升起來 嗯 哇今天收穫非常的多 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永遠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每兩個禮拜都會有新的節目 兩週後見 謝謝大家 拜拜